来吧 下来 今天练多久 两个小时 刚开始 下来 下来 前面上来这个地方没有一点冲击力是完完全全不行的 如果这一时间你们抓不到观众 那就相当于你输给对面舞台一半了 你们现在做了很多的事 直接就已经走下一个 他可能弄钥匙 再走下一个动作 你懂吗 像Sexy这种揪头发往前走了之后 有的时候就不动的再这样起来的感觉 这舞蹈就是力量 控制能力 协调性 刘仙宁就是很好的点力 他这个控制能力是真的特别上 你们就必须要跟他学习这一点 来吧 刘仙宁从书彦往前站 一 二 三 四 你们把这动作做出来跟刘仙宁一样 你们有一个人没做好 这个动作不会过了 你们是一个团体 好吧 好 你干什么呢 你跟不上拍子吗 快了一点 精准一点 行不行 这个拍子不难 就是跳不动 就是想用力但用不出来 跺脚 这个声音跺不出来吗 你说难的话你觉得哪难呢 就我想跳好 但是就是力量跟不上 不难着我 再把动作对一下 来 再来 从头 你跟着人拍子走 人不数着拍子吗 你不要老着急 再来 再来一遍那个动作 这个 再来 动 踏 踏 对 这不很好吗 这不能做好吗 为什么没自信呢 确实他说的一些点注意到了 是感觉跳得会顺一点 太累了 我站不起来了 太累了 这是魔鬼式训练 我给我自己都是这么练的 你们要这么个练法 三天之后你们再重新练 你会发现你唱歌不带船 你们是整个队伍的首队 你们不能只是正常发挥 超常发挥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们练 在舞台上 根本不需要考虑怎么跳动作 根本不需要怎么考虑 唱歌词忘歌词的情况之上 发挥了超常水平之外 你们再发挥出你们自己 所有个人魅力对着镜头